哈囉 各位網路上面的朋友們 臉書上面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因為在 外面在忙 所以特別在開車的時候 來一個live 那為什麼要live呢 大家可能看到我的那個標題 就是南澳政府 他們已經抓工了 他們要大強人 他們為了移民要大強人 今天特別發出了 兩個重大的信息 2月28號 開始就是今天 開始剛好是台灣 228的時候開始 它兩個政策第一呢 就是只要你在 南澳留學或是 居住 從2012年3月 開始就已經在南澳 住的人不管你是什麼樣的簽證 基本上都留學技術移民的 他們就直接 當然你要靠那個EOI 達到那個分數 就透過技術移民的方式 就會邀請你然後移民 這第一點 第二呢就是有關 你的成績的部分 成績的部分呢他們兩個部分 只要你GPA 高於6.0 直接邀請你 190直接拿PR 如果低於6.0 是5.2到5.99之間的人呢 他們就會用489的方式邀請你 然後489基本上 如果有看過我之前的 視頻和其他介紹 基本上就是邀請你在那邊 然後待兩年 然後工作一年 就可以拿到PR了 因為這個消息 從早上發出來的時候 真的是太猛烈了 很多人一直問那我因為今天時間 又很忙現在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是這個 在澳洲 中央昆山James Cook的大學 那邊的一個 我們也會做一個live啦 所以我這邊 花這個時間 直接在這邊live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細節的部分 如果有興趣的人 記得跟我們留言 OK 先這樣子囉 拜拜